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的肯定 我觉得首先从配队到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也经历了很多吧 确实是两个打三打不就是毫无一些双打基础 然后配在一起确实开始的话 会有的东西我们俩就是不会然后也可能也不懂 但是后面打了一些比赛之后 然后打了一些比赛之后 也有一些就是就像来说 包括一些现在上就会有很多成熟的提升吧 我觉得我们也配在一起很多年了 然后刚开始确实会有一些瓶颈啊 有一些不适应 然后毕竟我们两个都是一开始都是以后场为主的 然后让我们两个突然要去做球啊什么的 一些双打的一些细节啊 发街发呀那些我们确实是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的难受打起来 然后经过我们这几年的配合 然后我们两个的沟通学习嘛 我觉得也算是会熟悉很多 然后我们两个周边的默契也会有很多 所以不管接下来对不对 都是一个一个新的体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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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